如果我今天容貌看起來非常的邋遢 就是很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6點睡不著 睡不著起來剛剛錄影片 所以整個 整個蓬頭垢面了 What pisses you off when eating 標題是這樣 什麼讓你很不爽生氣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What pisses you off when you're eating 所以這邊這個pissed off就是惹生氣 那when eating 其實就是把主詞跟B動詞給省掉 或者如果他原本是動詞的話 你就把它變成ing或pp 這個文法就不講 但總之當你在吃飯的時候 什麼讓你生氣 Pisses you off 那piss可能原本你了解的是尿尿的意思 但總之piss off的意思就是惹生氣 這樣就好了 所以看第一個 什麼東西讓他生氣 choking on my drink 所以喝飲料的時候竟然嗆到 你活該啊幹什麼 and I'm talking about those really bad ones where I'm coughing for a minute or two straight 他講的是咳兩分鐘的一種 嗆到 所以嗆到或者是掐脖子或幹嘛之類的 或吃東西噎到 這都叫choke其實 ok 那卡到什麼食物 嗆到什麼食物 接著介系詞就是on choke on something 那還有一個是 像我們有說哽咽 講到一件事情哽咽了 也是choke這個字 開始哭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喔 像我 幾個禮拜前上課上到一半 我們 我們談到令人感動的一個電影台詞還是之類的 我就講到La La Land裡面那首歌 然後講到其中一句那個歌詞 我就 情緒又上來 所以不小心就 講到一半就突然間 哇眼淚又流下來 所以非常丟臉我覺得 回想起來都還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不過 然後學生整個 我看 我看學生的臉 每個學生臉都很尷尬 老師怎麼哭了 乾 好 不講這個 來我們看下去 所以下面一個他說 不爽的飾飾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標題了 crunching my cheek 所以crunch這個字是什麼 crunch這個字是 咬東西 然後一般來說就是 咬下去 然後會咔嚓咔嚓發出那個聲音 叫crunch 所以如果我們說一個東西脆脆的 我們可以叫它非常的crunchy 吃起來會烤烤烤的那種 叫所以crunchy 寫中詞 crunchy 所以crunchy就是這個動作 那 你咬到嘴巴裡面的那個 然後 那個 你的臉頰肉的內側 你知道吃東西有時候 看一下然後會把它咬破 甚至會流血 我都不知道這個中文到底應該怎麼說 可是英文就叫做crunch你的cheek 所以crunching my cheek 所以crunch cheek 就這樣說了 所以如果你被我的影片 clickbait點進來的話 那你現在已經學到了 你可以關掉了 OK socrunch cheek 所以這個人說 最不爽的事情 我也覺得這個也是我的啦 應該對每個人都是 crunching my cheek 所以它下一個加一個edit Wow this have this has blown up 所以大家給他12.7個 所以一萬兩千個讚 OK Thanks for the awards 得到了一些獎這樣子 好 所以下面還有多一些補充 sucks even more when you bite them more than once in the same spot 一點都沒錯 所以更糟糕的就是 就是當你又咬 咬你的cheek more than once 超過一次 而且咬同樣的地方 想到就痛 OK 所以你有沒有發生過 我也有過啦 我相信你也有過 OK 所以你看他這裡也說了 yeah it feels like once you bite a spot it kinda swells up and becomes a bigger target for crunching 好像還蠻有道理的 你外國人為什麼連這種聲音 都講那麼細膩喔 那無所謂就看嘛 所以這感覺起來像是 it feels like 一旦你咬過一個地方 once you bite a spot 咬了那個地方之後 那個spot這個詞 就是這樣的概念 一個地方 咬到一個地方 it kinda swells up 它就會腫起來 這個詞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就變得比較 又變得更大目標 讓你咬它了這樣子 yeah true right 下面可能說my life right now 這個人正好現在就有 好可憐你了 OK 下面還有71個replies 我們就不看了 來再看下去 when eating outside bugs and wind blowing away napkins and wrappers true 在外面吃的時候 他講的可能就是在外面的那種 有時候你知道有一些桌椅啊 什麼這些的 在室外的 我們稱那個東西叫patio p-a-t-i-o patio 你看英文有時候很不合理 r-a-t-i-o 這個字不念做ratio 他念做ratio 他叫做比例 所以你的身高跟你的臂展的比例 ratio 你的臉的height跟width的比例 OK 應該講length 但是前面這個字叫patio 不叫做patio 好啦你知道就好了 說patio so當你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蟲啊 或者風啊 會吹走你的napkin 所以餐巾紙 叫做napkin 不要加tissue OK 以及還有一些wrapper 就是包裝的東西 假設你在吃一個那個 例如說 我們常用鋁箔紙包的東西 噢一下鋁箔紙被吹走之類的 wrapper 好啦 anyway 這台夠了 下一個 phone calls yeah of course 所以有人打電話來 especially when someone else volunteers you to talk 特別是當有另外一個人 他替你自願要來講話 什麼意思啊 而且你看volunteer的是you喔 所以有別人來volunteer你來講話 那誰講啊 因為他講的內容大概就是 他在講話這樣講 oh sure he can talk 然後你就說oh shit 在講誰 他說他在啊 他可以講話 然後那個人就把電話拿給你 硬要你講話 所以這個也很煩吧 so oh sure he can talk say hello 然後他就say hello 這樣電話就拿給你 and then shove the phone in your face 然後就把這個電話塞到你的臉上 所以shuff這個詞就是 就是 他有塞的意思 推塞之類的 ok 好然後 like enjoying your meal is completely unimportant 所以就好像吃你的飯完全就不重要一樣 ok 所以他心裡想講的話是 no I'm eating fuck off ok 好 shuff這個詞我們多講一下 shuff剛剛講說有推啊 或之類的意思 呃 我們有時候講一件事情 當他的情況升高了 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得做一些特別的反應 像例如說你在跟人家爭執一件事情 可是當爭執到最後 已經兩個人火氣都慢慢上來了的時候 說不定你接下來該做的事情就是揍那個人員選算 好我講這樣誇張了 所以我們講說 當這個局勢漸漸升高的時候 我們後來得做另外一件事情來幹嘛回應的時候 我們那個 當局勢升高的部分我們就可以說 when push becomes shove 然後後面就接 什麼什麼事就該接下去發生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生動的一個片語 當你一開始可能只是輕輕推 像push 如果說今天你要推一個什麼東西 你可能就是 按在上面 然後 推 這個叫做push 所以為什麼開門跟拉門叫做push跟pull 因為沒有人要你封一下把門推開 你是推開 所以that's push 所以像太極裡面的推手 好像就叫做push hand 那shuff是什麼呢 shuff就是這樣 ok 所以當你本來只是在推推推推推 後來變成了fwa這樣子的時候 那架就打起來了嘛 這樣 所以有這麼一個英文片語 中文好像沒有對應的版本說真的 所以我也很少看到教英文能講這個片語 因為我們的文化裡好像就沒有這樣的概念 說實在的 那或許有可能我中文不夠好吧 所以 而為什麼西方有 我就會覺得你看很像我們有時候看到拳擊手之類的 他們在秤重量的時候 兩個人鼻子對鼻子都已經快要 然後開始在那邊瞪式這樣子 然後突然間其中一方就就 猛推了一下另外一方 然後大家就趕快把他們架開 我知道那做秀啦 可是 你就可以想像到 這西方人比較野蠻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 所以他們伸出這樣一個片語好像也變得不是 就沒有很稀奇大概是這樣 好了好了 扯將狗來 我們再看下去 I don't like it when my food falls apart I don't like when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塞一個it進去 那不塞大概好像也是對的 So I don't like when my food falls apart 他不喜歡他的食物啊 就散掉 So fall apart 這個片語很常見 讓你的夢想毀滅了 幻滅了 或之類的 也可以說 Your dream fell apart 所以他說的這個sandwich 好比說三明治 然後他的裡面的那些內 就內包物啊 所以他有一個詞叫做innards 好像大概有吧 spill out the back back end 從他的後面就 spill spill就是 潑灑掉之類的 因為吃三明治 從後面 就卸出來那個概念 所以他的這個innards 就是spill out the back end 這back end就後側 when you go to take a bite 咬一口的時候 還有shirama shirama 大概是醬料吧 沙威馬啦 所以沙威馬 真的就是英義的詞語 shirama shirama ok so damp with tahini 我在tahini 是他的一個醬料 還是什麼鬼 我們趕快找一下 tahini是什麼鬼 tahini middle eastern condiment 中東的一個condiment 原來是這玩意兒 所以大概你就懂 ok tahini 所以這個 當你吃一個shirama sirama 如此的damp damp就是整個已經濕透的概念 所以他用那個tahini把它塗到整個濕透 you can feel the veggies spilling into your hand 能感覺到那個蔬菜都已經透到你手上來了 或者pizza slice 所以pizza就是一片片的pizza 那他的cheese甚至會滑下來 cheese slice off the dough leaving you with your soft soggy bread 所以只剩下你手上就只要軟軟的這個soggy 就是沙沙的 沙沙的 那沙沙的應該可以翻得過去吧 絲絲沙沙的 soggy ok bread i hate it so fucking much don't fall apart just get into my mouth 抱怨ok的 來 所以這個人可以 下一個 when you're eating tortilla totilla chips 所以這個字很酷 那個墨西哥的食物 totilla 他的發音很有趣喔 他不是唸做totilla 我聽來聽去就是totilla totilla ok 所以就他們所吃的totilla 是一種麵餅 totilla 好 所以這裡說的totilla怎麼了呢 when you're eating tortilla chips 他講的是那個 如果講的chips的話 就是變成玉米的那個 洋芋片之類的 好像也不應該稱為洋芋片 他可以變成chips的樣子 總之是 好 所以當你吃totilla chips and one breaks in half and goes sideways as you're chomping down and gouges the roof of your mouth 原來如此 所以吃totilla chips之後 所以他 你咬下去然後就變一半 然後他又會整個從側面飛滑掉 當你在chomp down的時候 所以這個chomp down就是咬下去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他整個飛滑掉 然後他幹嘛了呢 chomp down 然後他還挖了你的 嘴巴的天花板 所以吃totilla chips的時候挖到天花板 大家可以想像吧 他竟然可以把這麼無聊的事 用這麼厲害的文字描述出來 我真的也是佩服他 說實在的 所以chomp down的時候 那咬碎他變一半 go sideways 側滑掉 然後他就傷到他 所以他用了gougge這個詞 我在前幾集有講過gougge這個詞 就是挖 所以我們有挖眼睛 摳眼睛 打架的時候挖眼睛 是違法的 違反這個打架的準則的 或者是UFC也不准人家gougge 或者也不准用fishwork 好 所以他就gougge你的 roof of your mouth 所以真的是用roof這個字 我們那個 口腔裡面那個 那個天花板 又講半天 所以他用是roof of mouth 這個便宜 好 沒想到連講這事情都那麼卡 他寫得多好啊 好anyway下一個 insects buzzing around you 附近有昆蟲在飛 yeah of course that's understandable that's very troubling either burning or biting my tongue ok 所以燙到舌頭 或者自己咬到自己的舌頭 吃東西咬舌頭也是有可能 對不對 right 所以想補充的到是 我記得bite tongue這個詞 事實上是一個 這個 是個 我們不要看這個 好噁心 所以bite tongue 事實上是個 idiom ok 他的意思是 勒緊舌頭 別說一些事 所以這個口風緊 所以不要講一些事 所以struggle not to say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wanna say 所以 這邊 雖然說這是一個 他講的是真正咬到舌頭 可是我們講到 bite one's tongue的意思 其實是 忍住一件事別說了這樣子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再補充就是 呃 我們有時候得到一些好處 我們就別把它講出來 就別得了便宜還賣乖 所以 我們有時候會講 I don't kiss and tell 就是 我不會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不要想說 你可以從我嘴巴套圖一些什麼東西來 我不會因為 這個人給了我什麼利益而出賣他 得了利益 反正就不應該出賣他了 反正就是你懂我意思 I don't kiss and tell 就是我絕對不會 得了什麼好處 然後把那個人給出賣了 所以這個 I wouldn't bite my tongue 還是這樣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這兩個也不完全相同 因為bite one's tongue 他剛剛說的是 你正在掙扎著把想講的事情 然後不講出來 而這個呢 則是一個 我很舒服的守著我一個我的原則 我該守的一個原則 所以這裡沒有struggle的感覺 另外一個有 所以雖然說是比較 可是這比較起來的話 我們能夠contrast它是有分別的 它是有相近的 它都有就是 不講出事情的概念 可是一個是掙扎著 一個則是 覺得是一個 該有的obligation OK 好 好像這樣可以了其實 這又說了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when a piece of food looks like it's about to fall off my fork or spoon so I wait and it doesn't then falls immediately as I go to take a bite 講得好精準喔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文字能力這麼厲害 我是看懂 你應該也看懂了 當一片食物 看起來好像要從叉子或者湯匙掉下來了 so looks like it's about to fall off my fork or spoon so I wait 你就等了它掉下去 結果沒有掉下去耶 那我來吃好了 所以這樣接過一吃 結果你一接過去 蹦就掉下來了 所以它不爽是這件事情 這個人實在太無聊了 把這個 我也太無聊了 既然把這個做給你看 好anyway 而且是六點鐘睡不著的時候 好anyway 所以wait and it doesn't 所以它要等 然後它就不會從它的 fork 或者 spoon 上掉下來 it doesn't and then falls immediately as I go to take a bite 然後等到它真的要 go to take a bite 的時候呢 它掉下來了 好啦很白癡喔 講慢聽 聽懂就好了 來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 複習時間 BOOM 拉出我的iTunes 對不起 來 所以 piss off 惹生氣 當你在吃飯的時候 when you're eating choke這個字 好多意思 被掐 choke 或者是吃東西噎到 嗆到 甚至是哭到哽咽 都是choke ok 有首歌我還記得 叫 I try Macy Gray I try to say goodbye and I choke 試著跟你說拜拜 結果我就 哽咽了 I try to say goodbye and I choke Try to walk away and I stumble 好不要唱 來 crunchy 吃起來很 crunchy 所以 咬下去就是crunch 這樣子 所以 有塊巧克力叫做crunch 順便想起來 它裡面包的是米果 6點錄節目開始想一些這種奇怪的回憶 好anyway 所以這個人說 咬到你的嘴巴裡面那個肉 crunch你的cheek 好這樣就懂 ok spot 是點 他剛剛說的是同一個spot 你就會一直咬到它 因為它會腫起來 swell 蠻合理的 好然後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東西飛來飛去 餐巾紙 napkin 那在那邊吃飯的那些桌椅 叫做patio 後面這個字叫做ratio 不要搞錯了 ok shof是推 而且是用力的猛推 就是shof 所以我才講到一個這個片語 when push becomes shove ok 然後你就要幹嘛了這樣子 fall apart 就是毀掉啦 破碎掉 換滅啊這些 fall apart 有人吃飯不喜歡food fall apart spill是 潑倒了這樣子 damp就是整個濕透了 超濕掉了 多半是不太舒服的那種 才會叫damp 否則你用wet soaked之類都可以 soggy 就變得沙沙的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翻譯成柴柴的 有時候我聽人家說 吃一些雞肉吃起來柴柴的 或許你也可以用這個字 soggy 這個不太準 我講因為我不吃肉 所以你問我 柴柴的雞肉吃起來像什麼樣子 I don't freaking know chomp down就是咬下去 chomp down gouge 是waw這樣子 ok 那嘴巴的那個天花板 roof of mouth 忍住東西不講 很艱難的 bite your tongue ok 不准講 那你本身就不想講 因為你是一個守原則的人 I don't kiss and tell 這樣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會不會再說 你不會再說